北京时间9月25日,中国女排在家门口作战的奥运资格赛上输得体无完肤,因为遭遇了一波三连败,最终无缘直通巴黎奥运会的门票,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重创,虽然说中国女排还可以在明年打失联赛后,凭借着世界排名进入到奥运会,但是没有第一时间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,足以证明了中国女排的水平被世界强队甩开了差距,更让球队的自信心遭受了打击。 其实我们清楚地发现,中国女排这一次的输球三连败,输给的球队根本都算不上什么强队,加拿大、荷兰以及多米尼加,这些球队的水平都算不上世界强队,中国女排的整体实力在对手之上,反倒是球队在无缘出现之后,最后一轮比赛击败了塞尔维亚,面对这种强队我们放下包袱的时候能够轻松取胜,但是此前面对三只实力不如自己的二流球队,中国女排却连续输球。 真的是中国女排既不如人吗?或许并非如此,中国女排在这一次家门口作战的比赛中,很显然承受了比较大的心理压力,再加上随着赛程的深入,中国女排每一场比赛都是小心谨慎不敢输的球。 球队其实无论是与加拿大还是与荷兰队比赛,都是在比赛中开局阶段呈现出比较大的优势,甚至有机会直接横扫对手,但是为什么会被对手逆转? 中国女排为什么会突然崩盘? 其实这一点,郎平很早之前就给出过我们答案,郎平东京奥运会会结束后,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说过一段话,这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深思。 当时郎平已经宣布随后会卸任,同时面对记者的提问,郎平总结了中国女排奥运会上失利无缘小组出现的主要原因,郎平提到了一点,那就是中国女排作为奥运会未免冠军,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,球队杯的包袱太重,没有打出应有的水平,所以未来参加国际大赛,中国女排队员的心态和压力释放非常重要。 但是很显然,中国女排在过去一个阶段一直都在宁波封闭集训,看上去我们练得比谁都辛苦,比谁都累,但是最终的结果一塌糊涂,不是因为中国女排不努力,而是蔡斌和她的教练员团队忽略了一个点,那就是中国女排赛前的压力释放,以及中国女排队员的心理疏导和心态的调节,这些细节没有做好,导致中国女排急急败退,所以说蔡斌输球一点也不冤,未来再去参加国际大赛,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,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